女生就因为这个你炸锅了吗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一个实在是忍不了 我有一次用她电脑发了发邮件 然后发现一个链接我点进去了 然后发现她开了一个博客 那博客里面写的全都是关于那女生的东西 受不了了 真的受不了 怎么会有一个女生 你跟她谈恋爱 结果她心里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生 没有一个女生受得了 所以你想分手了 真的这半年受不了的 每次遇到什么事情 那女生都永远地卡在我们中间一样 我感觉我们两个心走不到一起 爱谁啊 我现在就是挺喜欢她 我跟以前那女生没有联系了 你能接受跟她分手吗 可能近期会很难过 但是我觉得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她心里还装着那个女生 那这样谈恋爱没有意思 三年的时间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 这样不是谈恋爱 听听老师们怎么帮助这对年轻人调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们两个人在爱情萌芽的那个阶段 两个人对待爱情都很单纯 束手无策 你只知道你喜欢她 你觉得这个爱就是用感动 用习惯 就会把她变成你的男朋友 就会让她像你爱她一样来爱你 你一开始对爱的定义和理解就是错的 爱是很冲动的 爱就是一瞬间 我看上你 喜欢上你 我就是爱上你了 当然有感动和习惯培养出来的爱 可是那样的爱是长久不了的 因为那意味着一方一味的付出 一方一味的妥协 我相信在现实生活当中 任何一个女生都受不了一味的付出和妥协 还有第二点 你在这场梦当中 你追这个男生花了很多的心思 用尽了很多的办法 但是姑娘我告诉你一点 有的时候你的坚持 和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努力 会让你看起来很轻浮 你在她心中一开始的那个定位 就会觉得 你看我这么优秀 这女孩一直这么死缠烂打追我 会把你想的 你在她心里一开始的那个位置 就没有那么高 后来她一味地利用你 当她的智囊团 当然可能不是她的本意 是你想要为她付出 但是之后慢慢往下发展 你的这场梦就变了 你的心里开始变得不平衡了 可能到后来 以至于到最后 第三年的时候 对她已经不是说 当初的那种喜欢 你可能是一种不服气 我就不信 我怎么就追不上你 我怎么就拿不下你 我偏要试试看 好 终于梦想成真了 可是在一起之后呢 你开始回想这三年你的付出 你就开始跟自己较劲了 其实有的时候 不是那个女生活在她的心中 是活在你的心中 是你自己给自己制造了 这样一个困境 拔不出来了 再来说男生的问题 有一句歌词说得特别好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有恃无恐 就是你一直追不到的那个女生 你一直暗恋的那个初恋 你得不到她 你永远把她想象成最美好的样子 可是这个在你身边的女生 一直在默默为你付出的 你就觉得无所谓 有的时候 你应该换位思考 你想 你也尝过追人的滋味 然后被拒绝的那种感受 是什么样的 那换到她的身上呢 将心比心 我们再说的 更加白转千回一点的剧情 假如那个女生 你去给她买了咖啡 然后那个女生看到了 她喜欢的那个男生 啪冲出去把你的咖啡撞洒 撞了你一身 然后回来告诉你 我看到我喜欢那个男生 她跟别的女生在一起 幸不幸福 你是什么滋味 换位思考一下 就会明白对方的感受 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如果当你决定放弃了 之前的那一个 你喜欢的人 从此之后 我跟她就是陌路人 珍惜眼下 珍惜当下 不要多年后 回过头来后悔 我错过了一个 为我付出这么多的好姑娘 好吗 只要无愧于青春就好了吗 对吧 好 谢谢 谢谢珊老师